位在新北市淡水区福德里自强路221号淡水农会的前方 有一个突出的大树呢挡掉了将近一线道的空间 加上呢自强路的车流量大 过去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车祸 淡水区长表示呢这一次呢将会进行这个树木的移植 那么移植过后呢就会立刻的进行平井道路的拓宽工程 将会把自强路做得更顺畅 工程人员正在小心翼翼的将树木准备进行移植工程 位在新北市淡水区福德里自强路221号淡水农会前方 过去这里是一条平井道路 淡水区长表示自强路双向共两线车道 但一到农会前方这个地方 就会被这一棵突出的大树挡掉将近一线车道的空间 加上自强路车流量大过去也造成许多严重的车祸 这张仙子这张仙子当店路上也出了很多事故 有的人晚上来不知道事情不好或什么就落下来 落下来到农村甚至名刷起来也有了 很久了 本来这张仙子当店路上本来要移植 这已经是我第一次的理论 由于这段路原本相当狭小 公车也会有停靠站导致车流受阻 更危险的是夜晚市县昏暗 会有安全问题 里长说由于这一块不到20坪大小的土地 是私人持有 在经过市议员蔡景贤以及新北市政府的协调之后 终于达成协议由市府将土地征收 并且进行树木移植到其他地方来安居 才能够将这条道路恢复原有的路幅宽度 自强路这边因为常常车流非常多 那形成一个瓶颈道路 那这部分我们也跟土地所有权者 这边有打一个共识 那这边拓宽 那但是还有这个路数要做移植 那所以说我们借由把路数移植 那瓶颈道路打通 希望让我们自强路的通行能够更顺畅 那交通的部分能够解决 那这部分还是谢谢相关人员的协助 让我们这个道路能够更顺畅 区长表示这一次树木移植之后 就会立即进行瓶颈道路的拓宽工程 将会在12月初完工 未来会把自强路做得更顺畅 而里长说从他争取协调到 这段瓶颈道路拓宽也已经十多年 现在终于可以进行 也希望可以还给用路人安全的道路环境 记者许多人一带去采访报道